大家好 我們今天介紹的是深水炸彈 讓大家看一下它的外觀構造喔 它是一個很緊張刺激的炸彈獨秒遊戲 那我才可以讓大家看一下它裡面長什麼樣子吧 它是非常適合團勘的時候增加緊張刺激的一個絕妙的道具 那如果你是喜歡辦團勘活動的人一定要看這支影片喔 那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它的電池的組裝方式 它是從這個底部螺絲起子轉開之後 這樣翻開 它是要放4顆4號的非鹼性電池大家要記得 然後它這邊會有一個金屬片 你在組裝的時候要對應它的金屬片裝上去 它才會感應到喔 然後這裡有附一條紅線 是方便你在拆裝這個電池的時候好用的 所以記得要拆裝的時候一定要把它拉出來使用 然後你裝好之後呢 你就把它蓋上蓋子 就可以開始使用了 然後我這次是用藍色跟大家示範一下 那它裝水的地方呢是這邊 拔掉之後再使用它提供的漏洞 裝上去裝水 然後再蓋上蓋子記得要蓋好不然水會露出來 這樣我們就可以開始我們的遊戲了 然後它的開關是在這邊 那一樣如果你喜歡整朋友的話 一定要讓朋友按下去 因為它按下去的時候水就會馬上噴出來 我先讓大家示範一下 沒錯就是這樣子它就會被噴出來 水力是很強的喔 大家要小心一點喔 然後這邊是它的獨秒開關 按下去之後它就會開始獨秒 那每次的秒數是不一定的 所以你也沒辦法特別去算秒數 那你可能害別人的同時 你就會害到自己 所以要小心喔 那我們按下去就開始了 那我就用最簡單的 池與接融跟大家做一下吃飯 預備 開始 炸彈 彈藥 藥皮 品德 德性 性別 別針 針筒 筒裝 裝備 備份 分量 量 量力而為 為人 啊 那這樣子遊戲就結束了 大家趕快來試試看吧 那記得遊戲結束的時候 記得要關掉電源喔 謝謝大家